皇子这边有机会EQ 闪现跟上 一定要杀的这个Lucky 还有一个Q Q死 皇子Q死 最后还是Q到 杀完人赶紧撤追的太深了 我觉得皇子有可能要被留 狮子 没大招的 直接抓皇子 移到 再移一下 诶 但是狮子顶他 诶 所以的 雪人应该也要死 这波就感觉到危险 但是换掉了一个 蜥蜴收到一个人头 蜥蜴收到一个人头 蜥蜴的血量很残 就要闪现了 有点怕怕 蜥蜴打了一个不服气 给了一个盾 直接这个E给浇掉了 蜥蜴上去加了一波血 直接闪现跑掉 这样的话 卖垂石吧 可怜的 可怜的辅助 辅助就是这样子的 你想上的时候 你就要跟上大哥 嗯 大哥一走了你就要被卖 哦 来给欺负一波 ADC 插不掉呀 诶 又是EB3吗 这里吸叶没走 NICE 这卡尔丁是一波 起来了 这一波肥的不行啊 这波吃到两个人头 余蜴浪了 这是要单伤啊 这波杀的还好 没杀的有点亏 普攻 还差一下Q Q到 要是我一生气就把这个塔A了 A不掉了 真的A不掉了 哈哈哈 这个女警死的不应该 但是如果她对阵那是B速的话 就不一样了 对阵那是B速的话 B速会一生气把塔A掉的 现在两边经济 基本上持平五五开 然后局面的话 W也已经从先期的烈士中搬回来很多了 对 它是这个鱼盖的装备 14分钟 就已经是银血添加破败了 银血添加这个残暴之力了 这个装备真的是很快的 反观一下 几方ADC破败王还没有出来 正常的一个补兵发育 跟这种五个人头的 这维恩在发育 中路中二的情况下 前期发育很好 但是接下来几波都很黑 我们说也跟团队有关系吧 刚才那一波黑也是 其实要怪 我们说 我们说 就很好